早派小編許了幾日胡志明市 吃了超多好吃的東西 立即和大家分享一下 飛機方面我們就搭了Jester 雖然是廉航 但話畢都叫Quantus旗下 質素也有差不多 客機的座位都比不少廉航寬 坐得比較舒服 坐了兩個多小時 我們終於來到胡志明市的新山機場 現在好餓喔 我們快去吃東西 拜拜 要數到越南必食 當然是這個越南法式三文治 竹料又夠口感豐富 而且只賣港幣12元左右 好划算 作為我們這些藝文青 當然要去一下胡志明市最潮的文青打卡位 這間cafe apartment 整間大樓都是不同的cafe 而我們選的這間party 不單可以選擇柴葉 連杯碟都可以自己選擇 而且環境很舒服 適合大家走到累上來chill一下 休息完就趕快去吃個Full 這間小店是整間快餐店 但賣的食物一點都不簡單 除了鮮味特濃的牛肉河粉 還有創意滿分的菜式麵卷 裡面包著豬肉 菜和九層塔等 超氣而且很有層次 作為一個吃肉獸 吃燒肉當然不少了 這間餐廳在正天台 而且環境乾淨 慢慢燒都可以 肉類都醃得比較濃味 但醬汁真的超棒 胡志明市到處都是cafe 我們當然也要找一間試試 這間工業風的cafe 環境一流 而且咖啡方面 還可以選擇不同的沖法 店員就會在巴桌的位置 即場幫你沖製 你只要坐定定在這裡 就可以有一杯美咖啡享受 越南以前是法國殖民地 所以也有不少正宗的法國餐廳 這間就是其中一間 可以坐在室外的小花園 躺一杯紅酒 環境也不錯 食物方面不過不失 勝在價錢就夠親民 這間餐廳有正宗的越南料理 加上熱帶雨林風的霸氣裝修風格 整件事都好越南 平時喜歡吃越南菜 想吃雲越南菜的特性小食 來這間就對了 喂喂喂 這間cafe的環境 真的適合拍照 上instagram和facebook 標誌症的大宗 再加上簡約風 夠了文青 喂 還有甜品都還沒說 抹茶控小編 去到哪裡都要吃抹茶 這間甜品店 靠抹茶甜品打響名堂 還有不少創意配搭 必試 臨酒當然不少得去空中酒吧 Chill一下兼看美景 這間還有自家調配的 胡志明市 signature cocktail 如果大家看完這段影片 都有興趣快閃轉胡志明市的話 Jazzstar每星期有四班機飛 胡志明市 請一兩日假就可以去到轉了 想看多點景點分享的話 就按入我們的blog link 裡面就會有詳細的介紹 好 今次就講到這裡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其他地方 我們走到這兒 我們去十分之間 我們來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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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加入